大家好 COVID-19的疫情仍然未趋缓 为了关心我们侨胞的健康 侨委会特别邀请卫福部新南向 彰化基督教医院办理本次线上的医疗讲座 本次的座谈 由住处先透过问卷来了解各位的需求 才规划以下两个主题 第一 护心有道 健康做到 由张基心血管内科权威杨渊博医师主讲 分享如何在疫情期间 照顾心血管疾病降低染疫的风险 第二个是营养抗疫失出免疫力 由张基善词部林嘉卿主任分享 抗糖化的生活饮食方式 及营养抗疫的行动要绝 预祝各位在疫情期间 都能够平安健康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 邀请我们心脏内科的杨渊博 那各位前辈各位长官大家好安 我是彰化基督教医院心脏内科杨渊博医师 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荣幸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在COVID-19期间 心血管慢性病的照顾跟保健 不过我想保健的部分 就留给待会下一个讲者来跟大家讲 那其实在从2019年开始 在2019年开始的时候 这个COVID-19就开始肆虐了全世界 不管哪个国家几乎是无一幸免 那其实虽然我是心脏科医师 最开始我也觉得说 这是感染科的事情 跟我没有关系 不过后来发现门诊的病人都会问 也会问我们疫苗的副作用 那它适合打哪一种疫苗 那大家就以投影片为主好了 我的投影片上面都是以中文的呈现 当然有一些医疗的文献 我会以英文的图片 那最后也是把它翻译成中文给大家看 那我们要讲COVID-19的相关资料之前 应该是要先了解全球的趋势 到底是怎么样 事实上在每一天 到目前这是统计到8月8号的时候 它每天目前大概有60万的确诊 从这个波形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 算是第三波的高峰了 那所以全世界的疫情算是 一下好一下变差 一下好一下变差 那甚至死亡的曲线 跟刚刚前一张同影片蛮接近的 就是只有三个波峰 那现在呢 其实是正在网上串的时间点 死亡的话呢 现在反而是下降了 这就很奇怪了 大家可以想一下 确诊增加死亡却下降 那代表我们做的事情跟以前可能有点不一样 也就是说 在现在不管你的药物也好 或者是疫苗也好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策略 这样的一个policy 让我们的死亡率可以不断地往下降 好那我也特别去看了泰国目前的现况 在泰国大概是八月 应该是八月底七八月左右 它其实是个高峰 我大概看到在箭头画的这个地方 有个蓝色的点 这是高峰的时候 那当时呢 大概是平均一天 大概有两万个确诊个案 是确诊的 那现在它平均一天是一万四 因为我生在台湾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怎么那么多 每天有这么多确诊 死亡的部分 一天大概是179个死亡个案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是确诊或者是死亡 看起来都是似乎在往下降 就在泰国方面 所以各位前辈如果在泰国的话 其实 那我最近的感想是认为说 台湾很少那种大疫情的爆发 除了在五月份的时候 以外 几乎都是小零星的群聚 那我认为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口罩戴得很好 甚至在之前的台湾三级警戒期间 路上只要过了大概六七点左右 只有一个人都没有 所以目前大家是做得还不错 那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全球的趋势 全球的趋势 目前染病的 大概是有2.19亿个人 那死亡人数呢 大概455万 所以平均的死亡率 大概是2% 算不算高呢 这个看各位的心理的那一把尺 是要定多少了 大概就是每50个染疫的人 就会有一个 就会有一个死亡的发生 那大家也知道说 在全球这样的趋势 那在先进国家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会不会在 比如说美国或英国 它的状况会不同 那我们有特别整理给大家看 那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美国打的疫苗 是属于莫德纳的疫苗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左边的这个图呢 就是美国的新增个案 他们最近也是一波高峰 从6月25号开始 就看到一波的高峰 那他们的死亡人数也还在上升中 那代表什么 代表莫德纳的这个效果 也许针对不同 菌株的COVID-19 那他产生的保护力 可能就不如以往来的好 看到的结果似乎是这样 所以美国在目前呢 他们的死亡 平均的死亡人数 一天大概是2000个左右 也算是蛮多的 那大家在之前的新闻里面 这场诟病的AZ疫苗 他们在英国打得最多的 那英国他目前的状况 他最近的感染也是一个高峰 尤其在之前 温布敦网球赛的时候 那连裁判都 裁判或者观众 几乎都不戴口罩了 所以他们的感染呢 也有多了一个高峰出来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在死亡的人数来说 平均一天的人数 大概是200个左右 好像还蛮低的 跟美国比较之下 看起来是比较低 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到底这个AZ好不好 其实我是没有答案 但是至少我们从美国 以及英国比较极端的 疫苗施打状况 就能知道说 这样好像不同的疫苗 有不同的保护效果 那在之前 在这个新闻 新闻上也都有提到说 目前的疫苗 都没有三级的 这个临床试验 跟各位报告一下 目前所有疫苗 都没有三级临床试验 通通都没有 都是利用紧急进用的方式 因为疫情爆发的太快 所以只要你安全性还可以 就直接上市了 那所以在疫苗方面呢 其实 刚刚前面有提到 因为病人会问我们 疫苗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去研究 这些疫苗的状况 那我根据的内容 是欧盟的更新 给大家做参考 那这个是 AZ的疫苗 更新的时间是6月18号 事实上欧盟在每个礼拜 都会做安全性的更新 因为它并不在他们的系统里面 它不属于正式药品 所以他们会每个礼拜做更新 那它里面提到血酸的部分呢 包括第一个 就是有提到说 这个 这个AZ的疫苗呢 它会可能造成血小板的低下 但是几率很低 大概每10个 每小于10% 几率不高 那血小板低 一般是会容易出血 可是它却会血小板低 又合并血酸形成 这个几率更低了 大概万分之一 小于万分之一 但这个资料是在4月14号所更新的 那他们也去看到说 在2500个接种的疫苗的这些人里面 在脑部里面的静脉 大脑里面产生静脉的血酸有62个 平均大概就40万个遇到一个 这是我括号里面是我写的 那再来就肚子里面的血酸 就脾胀的静脉血酸 有24个个案 也就是大概1000万个左右会遇到一个 所以其实比例真的很低 那接种疫苗之后呢 他有特别提到说 三个礼拜内都必须留意血酸的事件 不管是大的或小的都有可能 当然小的一般是不会致命的 但是如果大的话 有的严重的甚至有可能发生 那疫苗 因为施打疫苗而产生过血酸的这些人 就不建议施打第二剂 这在他们之前的建议里面 就提到这一点了 所以如果今天打了这个疫苗 不管打了什么样的疫苗 只要你出现不良反应 有医师判断之后认为 这个是跟他不良反应有关系 那这样我认为 就是在第二剂的话 就不要施打同一种的疫苗 那其他的像一些神经方面的表现 包括格林巴黎症候群 那几率真的很低 大概每25万个才遇到一个 那心肌炎呢 这之前新闻也有在讲 大概每100万才遇到一个 所以其实这几率真的很低 所以这样这么低的几率 到底需不需要去担心呢 我认为是不太需要担心 那比较怕的是新闻没跟你讲的 例如像这个 叫毛细血管渗漏症候群 它非常的罕见 几率也很低 但是这么低的几率 有时候我们就怕自己遇到了 那这个到底要怎么去 去小心 简单来说 你只要施打疫苗之后 有任何的不舒服 去跟你一起讨论 只要是小的症状 一般是没有关系的 那这是AZ方面 那在台湾很风行的 这个莫德纳疫苗 其实也是 它也是有服装病 不是没有 在之前 欧盟的心肌炎的 这个发生率 大概是每10万人左右 就会有一到十个 那在 在施打疫苗之后 他们去看施打疫苗 这些病人里面 大概平均 每110万个左右 才遇到一个 比之前的发生率还更低 所以到底这个心肌炎 是不是真正的议题 我认为其实不是的 在美国他们有统计 只要是打疫苗的这些 这些民众 他们就算遇到了心肌炎 或者心包膜炎 他们其实 在目前看起来都是轻症 也就是能过关的 那疫苗能不能打在孕妇上 这我先写个结论给大家知道 就是没有建议说非打不可 没有 那呃 刚刚也跟各位报告说 在在这个疫苗的临床试验里面呢 没有一个是做完三期的临床试验 包括 现在在孕妇身上使用莫德纳疫苗的 这个临床试验 他也不是真正的第三期临床试验 他只是一个登陆型的研究 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 写Vsafe CDC 就是美国的CDC 用Vsafe的方式 这Vsafe是什么东西呢 他们就是类似我们的一个回报系统 回报 他们的CDC说 我又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异样之类的 来用那些数据来做分析的 所以他们分析 这不是一个第三期试验 那分析的时间 大概是三个月的时间 收入了三万多个孕妇 那年纪介于16岁到54岁之间 总共有3000多个孕妇参加登陆计划 那其中呢 有13.9%的 这个孕妇产生的流产 好 那各位看到说 在左上角的这个A 是指打辉瑞第一季的副作用 发现到说 深蓝色的这个吧 深蓝色这个是孕妇 那前蓝色是非孕妇 那深蓝色的 在疼痛方面呢 孕妇比非孕妇比例高 像其他都比非孕妇还要低 但在第二季的时候呢 副作用比例就不一样了 所以有人会开玩笑想说 在打AZ的第一季 人会不舒服 同样的不管是莫德纳 或者辉瑞的BNT 那在第二季就会比较不舒服 这个比例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B跟D 这个直条图的比例 的确比左边还高很多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到底对泰尔会有什么影响 那我们就翻译成中文 大家看 包括自然流产的部分呢 大概是有12.6% 这从VSAFE里面 那左边这一栏呢 是已经发表的文献里面 所提到的百分比 那死胎的比例是0.1% 从VSAFE里面的登录 登录看到的结果 那在新生的方面呢 包括早产 那体型比较小 或者现天异常的话呢 看到几乎都是 比之前的研究里面 看起来还是比较低 所以因为这篇文章呢 很多人就认为说 这个这样的药物 其实可以使用在孕妇身上 但是跟大家报告 就是它不是三期临床试验 所以安全性方面呢 应该是要让 要将来有更好的一个研究 在这篇文章的结论 也跟大家提到 目前在施打mRNA的疫苗时 没有特别需要考虑 安全的部分 是没有 因为跟之前的文章 数字差异不大 但是还需要更长期的追踪研究 毕竟它的追踪时间非常的短 如果有更长的时间研究 才能知道这些胎儿或孕妇 他们的结果会是如何 所以这个疫苗 其实什么时候上市呢 大概从去年的年底 到去年年底 AZ先上 开始使用 那后来的莫德纳或BNT 我记得在大概今年初 开始用 所以到目前 其实资料非常的有限 所以为什么欧盟 他们在每个礼拜 都会去做安全性的更新 因为也很怕说 一些还不知道的副作用 那会不会就这样发生了 所以欧盟的网站上 其实可以查得到 很多的相关的资讯 好 那讲完COVID-19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 我们的性血管疾病的照护跟保健 那我们性血管疾病呢 大部分都是跟慢性病 比较有直接关系 包括高血压 高血脂 以及高血糖 那这个是在 随着年纪越大 可能血压就越来越高 那甚至我们的饮食习惯 造成血脂肪偏高 甚至现在的人 活动量的下降 让我们的血糖 也不容易代谢掉 所以可能会造成 我们的这个血糖也偏高 那在最开始 COVID-19的这个疫苗 这个病毒 病毒爆发期间 就有人发现到说 COVID-19的这个病毒 好像跟我们人体里面 有一种叫做ACE的系统 这种这个系统有关联性 那这个ACE的部分呢 它主要是跟我们的肾脏 或者我们的肺部有关联性 血管有关联性 所以就是有人认为说 那这样的东西会不会是影响到 我们这些正常人的生理结构 等等的 那这个细节我们就 这个图的细节我们就不特别说了 那我们来看别人所做的研究是怎么样 他们看到说有CVD 什么叫CVD呢 就是心血管疾病 Cardial Vascular Disease 那合并有 Troponin T的上升 什么是Troponin T呢 这代表心肌酵素 你如果是有心血管疾病 合并心肌酵素上升的话 你死亡率就特别的高 那你如果没有心血管疾病 但是你的CVD会上升的话 死亡率是第二名 有心血管疾病 但是CVD正常 那你死亡率比较低 那没有心血管疾病 那抽血包括也是正常的话 死亡率就更低了 换句话说 你只要有心血管疾病的话 你的风险就会比别人还高了 那如果合并有CVD的上升 也就是心肌酵素的上升 那死亡率就会更高 简单来说大概是这样 那抽搐电梯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就是心脏有受伤 所以刚刚我们前面提到 疫苗产生的心肌炎 所谓心肌炎的意思就是 不管是细菌病毒或者是毒素 侵犯到我们的心脏肌肉 这会造成我们心肌的酵素上升 所以这个病毒也可能会造成 我们的心脏产生的心肌炎 甚至心胞膜炎都好 反正就是影响了你的心脏 所以你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 又合并心肌酵素上升了 我想这一组死亡率最高 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那不管它怎么样的一个 什么动物研究也好 或者什么研究都好 在2020年3月份左右 全世界各国的 包括欧盟也好 西班牙也好 或美国也好 各国的治疗指引里面 都跟各位讲说 你只要是高血压的部分 你不要去停任何的药物 虽然很多的研究 包括像刚刚提到的动物实验等等 很多研究都有一些假说 但这些假说都不是很正确的 所以你只要使用相关药物的话 就不要停药 原则上就是继续的使用 好 那第二个我们讲的是胆固醇 胆固醇我们的药物 通常各位如果有手上刚好有药物的话 可以看一下手上的药物的后面的字尾 会写Statum这个药名 那这个药名是目前治疗高血脂的第一线用药 那这个药物其实在降血脂的效果非常的不错 那就有人去分析说 我们如果针对这些住院的病人 这些因为COVID-19而感染而住院的病人 那他们如果有使用Statum 根本没有使用Statum这些病人 那他的差异性会怎么样 就发现在一些指标上 包括说Primary Point 什么叫Primary Point 翻例叫做初级的终点 初级终点就包括可能是死亡 是心血肝死亡 然后一些重大事件的话 我们都会归在 把它归类在初级的终点 那看到在有使用Statum这个族群呢 它的比例是比较低的 In Hospital Mortality 也就是院内的死亡率 那它看起来也是比没有使用的还低 甚至是在使用生压剂 什么叫生压剂呢 就是当你住院时可能已经休克了 有使用Statum这类的药物呢 它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篇文章其实告诉我们说 你在本来有使用 这个降血脂药物的人 你就不要因为这样而停药 要继续的使用 可以降低你的死亡率 可以减少你的血压的变化 也就是减少你的严重度 这是在人家试验里面所发现的 所以高血脂的药也不要停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高血压不要停 高血脂也不要停 那这里有提到说 在临床上呢 你只要是COVID-19的感染者 有治疗的这个族群 包括死亡率 O-Coast Mortality 就是死亡率也好 或者是ARDS 就是急性的呼吸窘迫症 这一部分也好 或者是急性肾衰血 看起来都是有治疗的这个族群 会比较好 所以能不停就不要停 WESTORED的这个族群呢 它的风险就会上升了 而且它在统计学上 好那刚刚提到说 我们在使用降血脂的药物 目前也是不建议停药 大家可以看到在 左边有一个叫做 在Treatment Group里面 也叫In Hospital Use 就是说你住院期间 继续使用降血脂的药 就是说我们在 在疫情期间 就是你有高血脂也好 或者是这个高血脂 还有这个什么 高血压的话 原则上就是不要停药 一定要持续的用药 因为你只要是使用药物的这个族群 已经在使用的药物的这个族群 它的使用率的确会下降 我刚刚再大概讲一下 就是高血压已经跟大家讲说继续使用 通通不要停 不要因为你染染到了COVID-19而停药 这是不建议的 因为它可以降低死亡率 那这个就是高血脂方面呢 这些临床研究也告诉我们 你如果要降低死亡率降低严重度 你本来在使用药物的人也不要停药 大家可以看到说在Withdrawal里面 Withdrawal里面就是有提到说 如果你住院中而把药停掉的这些人 它的风险是上升的 不管是死亡率也好 或者急性呼吸窘迫症也好 甚至是急性肾衰竭 看到的这个比例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本来在用药通通不要停 那高血糖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来看这个死亡率 在Hospital test 就是在住院期间死亡的 血糖比较偏低的这个族群呢 蓝色的是总数量 那深蓝色总数量 那浅蓝色的是有糖尿病的病人 那最浅的是没有糖尿病的病人 那不管它怎么样区分 我们看右边这个图比较清楚 这个叫Survival 就是它的存活的比例 比例 所以指数如果越高 代表存活率越高 大家可以看到浅蓝色这条线 它只是Blox glucose 就是血糖 小于140的话呢 它整个存活率是最高的 那大于180的话呢 存活率是最低的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告诉我们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 你就必须把血糖控制好 那你的死亡率就会下降 绝对不要说因为我得了COVID-19 那就把血糖给药物停掉 那就不适合 那不管有DM的病人 或者甚至没有DM的病人 你的血糖也是要控制好 有些人是属于糖尿病的早期 他不见得必须要使用药物 可能可以靠饮食运动来控制 但这些病人也必须把血糖控制好 如果你因为疫情的关系 因为政策关系不能出门 而在家里大吃大喝 那也不是好事 后面血糖高起来 万一你染疫的话 死亡率就会比较偏高 好那我简单做个结论 COVID-19其实目前在全世界 最需要去留意的传染病 它传染力真的非常的高 那全球的死亡率呢 大概是2%左右 目前较好的预防方式 大概就是维持社交距离 以及个人的防护 在台湾还不错 你想买口罩都买得到 那酒精也几乎都有 那是还不错的一个 一个防护 一个环境啊 让我们可以目前还算蛮安稳的 那疫苗 疫苗呢 在现阶段呢 是另一个可以减少重症的方式 那慢性疾病的部分呢 我跟各位报告就是 不管你是高血压 高血糖 甚至是高血脂的情况 疫情期间呢 都必须要积极的控制 刚刚提到药物也不要停 那血糖要控制好 那高血脂在送 这一类的药物呢 也不要自行停药 那以上是我简单的报告 谢谢 好 谢谢杨医师 对 因为就是 他讲了很多 大家很关心的一些议题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请我们的 营养师 我们嘉青 那他也是一个养生的专家 好 嘉青 那我就针对吃的部分啊 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免疫 那我们这 其实台湾最近 又有一个Delta入侵 那我们就看到说 里面也有那种医护人员 是已经打过两剂疫苗的 好像我们医院 大概大家都打过两剂疫苗了 可是打过两剂疫苗还是染疫 所以疫苗要打是一定要的 但是也不保证 绝对不染疫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除了在第三剂 第四剂之外 我觉得就是怎么样 强化自身的免疫力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议题 在政府一方面就是疫苗政策之外 也很期盼就是大家能够多一点提高 这个自身的这个防疫力 就免疫力提升这样子的意识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内容 好 那刚刚呢 杨医师已经有提醒大家 就是很多的慢性的疾病啊 其实是跟就是染疫 还有染疫后的这个死亡 是有关系的 所以要积极的这个 去防 就是要去控制你的这个慢性疾病 但是呢 其实除了慢性疾病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危害 就是我们讲肥胖 这个是一些新闻的画面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张上纯教授 讲的还是说英国的研究 甚至是疫苗在肥胖者上面施打之后的这个研究 都告诉我们 就是其实不只是刚刚谈的慢性病 其实光胖这件事情 胖就会让我们的染疫之后的这个严重度会增加 甚至这个疫苗的这个效力啊 也会减半 这个都是新闻里面告诉我们 所以刚提到的 我们在防疫里面啊 第一个要去看 你的免疫力有没有破洞 你身体的免疫力有没有破洞 那我讲的这个破洞 就是这件防护医 有破洞的意思就是 你有没有这些风险 就是肥胖的风险 还是有慢性病的风险 如果有的话 赶快趁现在把它控制好 就是该该要吃药的 该饮食运动等等 那这也是一些相关的数据 这其实是我找最早的 就是中国那时候 一开始发生这个COVID-19的时候 他们就统计了 44,600个案例里面 他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说 有这些心血管啊 糖尿病啊 呼吸道疾病 高血癌症等等 有慢性病 跟完全本身是没有这些慢性病的人 他们罹患这个 新冠肺炎后的这个死亡率的对比值 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看刚坦的心脏血管方面的疾病 会比没有这些 罹患这些慢性病的人 他的这个死亡率是11.7倍 糖尿病是8倍左右 你说高血癌是6.7倍 所以这个就是提到说 慢性病控制的这个重要性 所以防疫首要提醒 就是我们的身 我们的自己身体这件防护衣 也没有破洞 如果有的话要把它补好 就是要积极的管控 就是我们的体重 还有代谢症候群 那第二个我们再来谈说 怎么样从吃来增加这个免疫 当然吃也会跟慢性疾病控制有关系 但是今天我要更多讲是 吃怎么样增加这个免疫力 这个是我查到的文献 稍微把它统整一下 把它做一个总结 就是COVID-19跟免疫营养方面 其实有一些特定的饮食方案 就是吃东西的方法 就是饮食习惯 它是可以让我们的免疫效率提高的 那这边特别 就是给大家看的参考的这个内容 第一个提到新鲜的蔬菜跟水果 还有就是黄豆大豆的东西 再来就是坚果 全骨 全骨 然后低脂的乳制品 还有健康的油脂等等 那因为新鲜蔬菜水果 大家应该都有概念 都说要多吃一些青菜跟水果 那这在世界里面 我们要是再把这个食物 做一些研究分析 我们也知道 我们世界里面健康的食物里面 其实水果是排行很前面的 水果的这个抗氧化 抗氧化 增强免疫力等等的这个效用 其实是很高的 尤其是水果里面的这个煤类 煤类就像 煤类还是说像那个蓝煤 像国外有蓝煤 那台湾就是桑胜 我们讲我们的煤 比较像是桑胜这种东西 那国外还有一些黑猪粒 等等这些 其实水果的效果都蛮好 效果都蛮好 去年台湾的农委会有出一个 研究报告 那就上新闻 他就说 一条香肠 一条香肠里面就有很多 放了小酸胺 又烤 像中秋节烤肉 就会有很多的氧化物 那他就提到说 如果你可以吃一颗芭蜂 我们彰化这边 有盛产芭蜂的地方 他说你如果吃一颗芭蜂 芭蜂里面的维他命C 跟他很多的抗氧化的营养素 他说一颗芭蜂可以打趴 18根香肠 意思是说 那个香肠很多的 这些不好的东西 你一颗芭蜂 哇 他可以去去除 帮忙去除这些 就是不好的东西 一颗芭蜂 可以打趴18根香肠 所以用这个例子 在跟大家讲说 其实新鲜的这个水果 还是蔬菜 植物的东西 里面有非常多 就是可以帮我们身体 把这些 氧化的自由基的东西 去除的这些 优点 那除了新鲜蔬菜水果之外 我觉得大家比较可能比较没有那样的概念 就是也一样要天天吃的东西 其实就是坚果 坚果 每天现在是建议要吃一卧 因为坚果呢 其实也是一种种子 对不对 坚果是种子 不管是杏仁果 核桃 腰果 这都是食物的种子 其实种子类的东西 我会称这类的食物叫做 食物精华中的精华营养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 因为你看 一个种子 其实它 它照说是可以长一个树苗 对不对 长出一个植物 所以你知道就是 它是集所有的养分在一身 所以坚果呢 它有很好的油脂 这个油脂 其实对我们身体也非常好 如果我们用的是 健康的 自由的过程 保留好的营养的话 所以鼓励大家 这个坚果应该可以多吃 还有颧骨 颧骨也是一种种子 对不对 糙米嘛 糙米 那米 那个骨子 骨子就是米的种子 对吧 就是经济 像大豆 豆子也是种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很多很多研究里面 谈到特定的饮食 如果常吃这些食物 它对免疫系统的维护 是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这边就是除了 新鲜的水果蔬菜 是黄豆豆制品 黑豆也可以 黄豆跟黑豆是表兄弟 应该是大概同一个品系的 好 那坚果 颧骨 之类的东西 就是应该是 在很多的研究里面 看我最多吃这些食物的人 他其实他的离病率 还是说离病之后的重症率 都是比较低的 再来我们再看到 就是低脂肪 还有健康的油 好 特别提到健康的油 那健康的油 特别 我括号起来特别讲 橄榄油跟鱼油 因为这是代表不同种 就是脂肪酸种类的 这个油的来源 橄榄油 这个比较算是 Omega9 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 鱼油就是 Omega3 Omega3 那讲到Omega3 我先讲 就是一般 在我们人体里面 什么器官里面有更多的Omega-3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 眼睛很重要对不对 灵魂之窗 那为什么眼睛呢 像鱼的眼睛也一样 我们看到鱼的肚子有油 像三百肥油 不倒的油 那你看鱼的这个眼睛的部位 Omega-3会特别多 为什么 因为眼睛我们要接受很多的光线 对不对 很多的刺激 所以它把这些很好 很精华的这些养分 都会分布在这个地方 所以Omega-3 在目前营养的建议上面 我们也会用在重症 像在医院里面 我们的加护病房 有一些病人 如果身体发炎的很严重 各方面 我们会帮他打油 会打什么 就是纯化的橄榄油跟鱼油 这个我们用这样子 在治疗病人 其实已经用非常的久了 甚至我们有很多 疾病营养的营养品里面 例如癌症营养品里面 我们就会放Omega-3的鱼油 放进去 就变成免疫营养专用的配方 所以你看在医疗上都用了 所以平常使我们的饮食里面 应该把多一点 这样子的元素放进去 那要减少就是饱和 饱和大部分是从动物性的油脂来的 还有反噬脂肪 反噬脂肪就是从加工的糕饼里面来的 就像面包蛋糕 这些东西里面 然后糖要控制 高热量 高盐分 食物要控制 其实这样子的饮食内容 就是跟很多 我们现在科学研究里面 所谈的一种饮食 叫做地中海饮食 不知道各位来宾有没有听过 地中海饮食是目前 算是研究饮食跟健康 不管是对癌症 对慢性病 对老人失智 等等等 很多很多 都是讲地中海饮食 有很好的改善的效果 还是控制这个 老板控制疾病的效果 其实COVID-19 看起来它这个饮食内容 其实也跟地中海饮食是很类似 意思就是说 这样的饮食 用在慢性病的条理控制 跟用在免疫的增强上 都有它很特殊的地位跟功能在 所以就是你如果这样吃 就是一减二 就是举一反三 有非常多的好处 可以一起来看 那地中海饮食 其实除了强调多蔬果之外 我们刚刚已经有提过 地中海地区 他们用非常非常多的 单元不饱和的脂肪 就是我们提到橄榄油这个部分 那我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 除了橄榄油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油 是比较多 是这个Omega-9的 单元不饱和脂肪 还有地中海那个地方 也吃很多的鱼啊 海鲜类的食物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表格 这个就是介绍这个 单元不饱和脂肪 Omega-9的脂肪酸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美国心脏医学会 食用油建议比例里面 它提到 你可以看到 什么要最多 就是单元不饱和要最多 最好要45%以上 你可以看 饱和要25% 但是这个就是要45%以上 那除了橄榄油之外 其实现在市面上 有另外的油 另外一个叫做高油酸葵花油 但这个油跟我们 台湾的市场上买得到一些葵花油的 那个葵花油是不同的 因为这高油酸是特殊品种的葵花子 所以它特别会写 就是高油酸 这种葵花油 其实它的成分就是Omega-9的脂肪酸 那苦茶油可能大家就比较认识 对不对 今天早上还有一个病人问我说 苦茶也跟茶油有没有不一样 其实不太一样 它这个品种不太一样 这是苦茶籽 那台湾的苦茶籽 这也是Omega-9很好的油 那酪梨油 还有芥花油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在家里面 如果自己有机会 自己烹饪调理食物的时候 你就记得尽量挑这样的油 那如果可以更挑到是 就是冷压压榨的油 会更好 它不要那么多的纯化加工 它就会吃到很多油里面的好的营养素 那另外看到绿色这一段 就是列出很多的坚果 对不对 刚刚我们已经讲说 坚果也要尝试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坚果里面 都是Omega-9的油 真果 我不知道 真果的辛烧巧克力里面 那颗就是真果 夏威夷豆 胡桃 杏仁果 腰果 开心果 花生 那台湾都有偷到 这个就是Omega-9 比较多的油脂 这是给大家做参考 可以看到 这么多的油 这么多的种子类 都是单元饱和脂肪 比较多的 再来再介绍一个 就是多元不饱和脂肪 这里面就有Omega-6跟Omega-3 那我先先谈一下Omega-6 因为其实Omega-6 它是我们现在市面上 常见的烹调用油 在台湾比较多都是用大豆油 它有就是Omega-6 而且大部分的餐饮业用的都是 精炼过的这个Omega-6的油 大豆油 这种油并不是不好 只是说这种油 如果是比例吃太多的时候 会对免疫各方面 有一些抑制的作用 甚至也会有一些过敏的问题 有一些过敏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在用油的选择上面 要换一点给Omega-9 甚至要强化一点Omega-3 我刚刚讲的 那Omega-3除了鱼油之外 也有一些素的 我吃酥 不然我都吃粗的东西 有没有不一样的东西 是提供Omega-3的 其实还是油 就是有什么样子的油 紫苏紫油 就是我们吃鲨鲨米 在吃那个紫苏紫叶 台湾是没有自己产 可是在韩国 在云南有很多 目前台湾有人去进口 这个紫苏紫 自己压榨 压榨这个油 亚麻人油 可能就有比较多人听过 那台湾这几年 自己种很多 就是什么 印加果油 新鲜果油 就是这几类 算是植物性的Omega-3 有人说这个是素食的鱼油 这些油 其实都可以用在我们的 平常食物的条理里面 多放一点Omega-3 多用一点Omega-3 去平衡太过多的Omega-6 那在坚果里面 比较特殊是核桃 核桃就长得很像脑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Omega-3多 就是说吃闹闹闹 所以你看 刚讲眼睛里面 我们的器官 眼睛有很多Omega-3的分布 脑袋也是一样 因为是重要器官 Omega-3特别多 所以你想要看那个核桃 想到脑袋 所以就有很多的Omega-3 所以一般我们对健康的建议里面 Omega-6跟Omega-3的比值 最好要小于4比1 就是Omega-6比要这么多 OK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文献 我把重点框出来 就是对于新冠病人 就是重症的时候 我们给他营养的时候 其实在今年的新的建议 在欧洲肠道筋脉营养医学会里面 住到ICU 他就提到说 第一个礼拜 进到ICU住的时候 一定营养师给的食物 给的配方 千万不要给太多的黄豆油脂 就是Omega-6 为什么 刚讲Omega-6太多的时候 其实会变成一个发炎的全其物质 所以提到说 身体如果一直有在发炎 还是刚提到慢性病 身体是慢性发炎 都要注意不要用太多的Omega-6 好 那只可惜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油脂的使用 总油脂量是随着我们的 这个时代在前进 它整个油脂的总量也一直是在往前 摄取量一直在增加 那你可以看增加最多的其实是什么 第一个是饱和脂肪 因为现代人都是大鱼大肉 吃很多肉 所以饱和脂肪是增加的最多的 再来你可以看到有一段 有个段是反式脂肪 就是加工 吃面包啦 吃蛋糕 吃糕饼 这里面就会很多反式脂肪 那你可以看到Omega-3是越来越少 对不对 Omega-6也是上升的 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在饮食里面 要特别强调要稍微逆转一下 多补一点Omega-3的油 还有吃一点鱼 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Omega-6跟Omega-3的比值 你可以看到现目前的 欧洲英国北欧啊美国啊 等等你都可以看 就是刚讲是4比1 对不对 要小于4比1 你看都是十几 15 16 甚至你看在印度的城市 38到50比1 Omega-3的油几乎都不见了 那在以前很多在 那个狩猎的时代 很多的动物里面的油 其实有很好的Omega-3 现在几乎都没有 因为现在都是 整个系统性饲养的 那现在过去的野菜 甚至蔬菜里面 有Omega-3 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野菜 Diburin Diburin这个东西里面 其实Omega-3还是很丰富 如果有这个菜的话可以吃 好 所以呢 我总结几个特效防护 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 要多穿这件防护衣 第一 家里面要备用 两三种以上的油 刚讲的 你一定要选一点点 Omega-9的油 就是像我们这个 有锈的油 这个是刚刚讲 高油酸的葵花油 Omega-9还是坚果 吃一点 用点吃坚果 还是有坚果的油 还是这个 刚刚讲 硬家果 猩猩果 这个都是 就Omega-3的油 好 来第二件防护衣 每个礼拜要吃 Omega-3多的鱼 两次到三次 那一般我都会谈 就是一次就是吃一个手掌 所以一天两只手 手举出来 就是两个手掌 两个手掌大的鱼 就刚好你的手掌 我们这样一个手掌 一片大概是100公克左右 一个礼拜要吃200公克的 什么鱼 画在这里 看到 鲑鱼 青鱼 秋刀鱼 这就是Omega-3多的 要特别去吃 不然有时候吃不到 特别 特别去吃 这是第二件防护衣 好 再还有很多的营养素 其实也是跟 增强免疫力有关系 我们所知道 维他命C 所以要吃水果 那维他命D 维他命D 维他命D跟太阳有关系 可是跟刚吃的鱼也有关系 你要是常吃 刚我提的这几种鱼 Omega-3多的鱼 其实它里面刚好 维生素D也很丰富 那如果说 真的没有办法常吃鱼 没有晒太阳 适度的日照 那就是要补充 维他命D了 然后新 矿物质新 好的益生菌 这些都会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那我们再看一下新含量丰富的食物 过去我们觉得就是蚵仔 蚵仔最多 但是我提供一些植物性的东西 让大家知道 就像米的胚芽 像米糠 糙米 糙米那个腐皮层 它就是坚果的当中 特别是南瓜子 这个这里面新含量很丰富 那这个南瓜子 其实不止这个多 铁离子也很多 铁又可以强化这个维他命D 在身体里面的代谢跟应用 所以这个南瓜子你看 这个胚芽 这个米糠 就糙米这种 就一举两得 这个就是很好很好的食物 我刚讲过了 种子是精华中的精华 这种营养一定要吃 所以坚果天天吃一卧 一卧是多少 就是30公克 或者叫一盎司 就是一卧 一卧的坚果 第四件防护医 全骨杂粮 一到两碗 比较胖的吃一碗就好 就是可以少一点 可是尽量选全骨 全骨类 因为这是种子 我讲过了 种子精华中的精华的营养素 所以抗氧化效力非常的好 那张鸡是这前面这几年 自己有片田种了有机米 我特别知道说 那个原来稻米的生长 120天 刮风日晒雨淋 没有在遮雨伞的 所以那个稻子站在田中间 这样晒 抗UV 抗虫抗病 所以你知道吗 它那个防护力有多高 所以你要是可以吃这种全骨 这种自然的这种原始的食物 你就知道它120天的功力 你一口就把它吃进来 所以为什么需要吃自然的东西 就是我们人没有菠菜雕 可能在大太阳 可能站不了一小时 我就热到昏倒就中暑了 可是你看那个植物 可以在那个田里面 可以站120天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越是经过自然催炼的食物 它的抗氧化能力越好 道理就在这里 好 那再来最后谈一个维他命D 我有一个朋友 他今年过年前 一月份来来验 那时候维他命D很低 只有19.4 那经过一个月 我们帮他补 维他命就冲到60.4 维他命D正常是要在30以上 那可以在50以上是更好的 意思是说 其实检测一下维他命D 现在在台湾其实已经很方便 张鸡也是很方便 就验一下 当天就可以知道 那就可以补 就用冲罐的方式 一个月就可以把它冲上来 之后我们就标准的吃 吃这个维他命D就可以了 那特别新冠肺炎 建议就是一天 2000到3000国际单位 如果是你的维他命D数值 是标准30以上 就一天可以吃2000到3000国际单位 如果太低 那可以找一下营养师或医师 看怎么样先把它冲上来 再补这样子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维他命D不只是跟骨骼 盖子吸收有关系 现在跟免疫力 跟很多的抵抗力 内分泌都有关系 好 最后把我讲的 整理在这一张 最后一张 六个提醒 第一 多彩的蔬果天天579 记得如果血糖血脂高的人 水果少一点 水果一天一晚就好 因为水果太甜了 我不知道泰国水果甜不甜 应该也很甜才对 台湾的水果实在太甜 所以应该可以多吃一点蔬菜 水果适量 不要吃太甜 全骨杂粮 每天一到两碗 如果吃不了这么多淀粉 照看没有 干净的米胚芽 米糠 这些东西就是吃他最营养的腹皮层 就一到两汤匙也可以 那坚果天天吃一卧 30公克 Omega 3 Omega 9 冷压出炸的好油 每餐一到两汤匙 甚至这些好油 对于我们的血糖固醇 心脏病的防护 也有帮助 不只是抗疫而已 Omega 3 丰富的鲜鱼 每周要二到三次 一次要吃一个手掌大 所以至少要吃两片 两个手掌 那维他命D 可以了解 检测一下 缺乏的就应该要补充 以上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而且去试试看 然后吃 用吃来增强你的免疫力的防护 就是在疫苗之外 再给自己多一层保护 好 今天就说明到这边 谢谢 谢谢佳青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说 心肌梗塞 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 先期的征兆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身体感受到心脏 或者胸闷 心脏快 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应该提早去检查 预防说心肌梗塞 突然走掉的这种状况 谢谢杨医师 好那谢谢会长的询问 那这个其实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大概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到心肌梗塞 常见的 应该说前兆 有分两大类 一个是完全没有前兆 完全没有 一发生就已经很严重的 这是最难的 那第二种呢 就是他有轻微的前兆 前兆 点型的前兆是怎么样呢 他的胸闷的范围 大概就是左胸口 一整片 这整片的不舒服 那这边不舒服 是什么时候才发生呢 通常就是搬中午的时候会发生 搬中午 或者你走路走比较远会发生 像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个病人 做心道管 他就跟我讲到 在处理的过程中 他就跟我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 医生 你在处理我心脏的时候 我那个胸闷的感觉 已经持续两年了 就跟你在做 在帮我处理血管的时候 症状一模一样 我说那你怎么那时候不来看 他说因为我以为我是运动后的拉伤 所以每次只要运动就不舒服 他这个症状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很典型的表现 运动后 你的心机有负担 就是有负担的情况下 出现缺氧的时候 他就会有胸闷的症状 那这种就是要特别小心的 比如说你以前走路走一千五 走半小时都不会胸闷 现在就越走越短 走到可能走十分钟就必须休息了 变得更喘或者是更容易胸闷的话 那这些就是一个前兆 所以这种前兆就建议提早去看医生 谢谢杨医师 请那个杨医师 我长期有吃胆固醇的药 差不多二十几年了 我想请问一下 这种药可以持续吃吗 这类的药物其实已经上市大概30年了 这类的不管哪一个厂牌的都一样 那这一类的药物 其实他对降血者的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我今天的投影片里面 所写到的那一类的药物 只要你的字 你这个药品的结尾是 STATIN结尾的 那这些呢 就属于降血脂的药 这类的药物因为上市已经超过30年了 目前都认为说 对于肝脏也好 甚至其他什么脊肉酸痛等等 负重其实几率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刚刚前辈提到说 你已经吃了二十几年了嘛 所以就更不需要担心肝脏的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在有问题的时候呢 大概吃药的吃药后 大概两个月内 应该就会有相关的表现了 但是因为目前几率很低了 而且你有吃了二十几年的 而且有吃了之后控制还不错 那我会认为你就继续吃 没有关系 那刚刚提到说 这个数值有到270 280 290 我们目前在控制胆固醇方面呢 目标都是以低密度胆固醇为主 因为低密度胆固醇在我们体内 是属于不好的胆固醇 所以我们只要能把低密度胆固醇降下来 那对你的身体的负担就会比较小 可以减少发炎的发生 那个我想请问一下 有关维他命 我们现在都是需要补充维他命嘛 尤其是维他命D3 D3的话呢 它有分成活性跟灰活性 对不对 那我们应该吃活性的 就是IU 后面是IU的 应该是非活性的 那我想 有台湾的医师是建议我们 应该要吃维他命D3 D3 是对目前的 我们抗体疫情来讲是最好的 那我们怎么去选择它的非活性 以及它的剂量 因为这个剂量 我们都有看到有1万IU的 有5000IU的 有1000IU的 所以这个补充 怎么样补充是补充对的 好 谢谢 我大概回答一下 没有错 我们一般补就是补D3 不是补D2这样子 那维他命D的选择 原则上我们要考虑的 第一个是它的来源 我们会比较建议是 从羊毛汁来的 因为有很多的维他命D 会是从鱼的肝脏 那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鱼油里面有很多维他命D 会从鱼的肝脏里面来萃取 那从鱼的肝脏萃取的 比较多考虑的是 第一个 海洋有些大型鱼类 是有一些重金属 拱的污染 再就是 如果是肝脏萃取来的 维他命D 有的如果没有 纯化干净的话 维他命A也会很高 所以就有时候 怕维他命A会过量 所以一般比较建议 比较优质一点的 会是从羊毛汁 羊毛汁 他都会写 他会写说 他的来源是从羊毛汁里面来的 那维他命D的剂量呢 一般是 还是建议就是 可以检测一下 看自己学艺当中 维他命D的浓度 再来做补充 刚提到 维他命D应该是要 大于30 可是 全球维他命D 缺乏的人口数 其实有到7、8成以上 在台湾甚至是8成9成的 所以呢 最好是检验一下 检验一下之后 如果真的是 是低于30的话 可能初期要先 比较大一点的剂量 像我刚刚举的那个案例就是 他的剂量验出来只有 学艺当中浓度只有19 所以我们就是用 一天 一万单位 一万国际单位 就是IU的方式 就是连续使用30天 就大概补了30万 所以他可以让他的维他命D 可以上到50几 是这样 那如果维他命D 学艺当中维他命D 已经在正常的浓度范围 就是30还是50左右的 这个范围的话 台湾的建议 是建议一天要吃 400个国际单位 不过就我们的经验里面 400个国际单位 有时候是很难维持一个 比较适当的 维他命D的浓度 那在特别在 对付新冠肺炎 这些国外的文献 还是医学会的建议 都会建议要补充 2000到3000 国际单位一天 就是你刚提到多少单位 那维他命D 还有另外一个 补充上面的优势 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那个习惯 天天补 我们倒是可以用 一周补一次的方法 或者两个礼拜 补一次的方法 因为维他命D 是有容性的 这个营养素 所以他在身体里面 他的代谢没有那么的快 像我自己的家人 我的妹妹大概30多 她说她常常都会忘记吃 我也是跟她从国外买 那个1万单位 一颗的 从羊毛汁里面 出来这个维他命D3 我就告诉她说 那你就是礼拜天 就记得 你就礼拜天 礼拜天你就是 吃两颗 就两万单位 就是一天 337 21 所以一个礼拜吃 两颗 这样子就比较容易记得 所以可以用 用这样的补充方法 不知道这样怎么回答到你的问题 好 我来请问林医师一个问题 好 很想大家可能也想知道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般来讲 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会担心说 平常我们在饮食方面 可能摄取的这个营养不足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会去买一些综合维他命 比如说扇醇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GNC啊 等等的牌子来吃 但是呢 有些人说 其实综合维他命并不好 那么还是要这个针对性的 或者是以饮食健康的均衡为主 想请问一下 林医师说 到底综合维他命是不是该摄取 还是不该摄取 谢谢 从饮食摄取 当然是就是最首要的建议啦 还是鼓励大家尽量要着重 因为综合维他命呢 是还是有一些些 人还没有发现的营养素 是没有办法去 合成在这个综合维他命里面的 像这些年 我们更多强调是很多的植化素 这个是以前我自己在上学的时候 这个课本里面 教科署里面都还没有谈这么多的植化素 例如上范茄就有茄红素 我只举几个例子 大豆一黄桶一千 在我们读书的时候 这教科署里面都没有谈到这些好的营养素 可是这些年 有更多更多的这些植物性的化学的 好的成分被提出来 那人的智慧永远就是 没有办法就是发现所有 所以当然原则是 尽量要吃天然的食物 这是一个 那倘若真的 你觉得在饮食上的 营养的偏差度比较大的话 还是可以补充 有一些国家的这个膳食补充的建议 对全民的 比如说在美国 他甚至把他过去的这个食物金字塔 这种健康饮食的这个指引里面 他把综合维他命画进去 他说应该要天天吃才对 甚至有很多的是国家政策就加了 像我刚提到维他命B 是全球缺的问题 特别在日照比较不够的像欧美 像我们台湾还是泰国也一样 我们是太阳很多 女生出去都要美白 都要涂很多防线 要穿外套戴帽子遮阳散 都是这样 所以维他命D也不够 所以在欧美呢 早就把很多的像在牛奶里面 在orange juice 在那个果汁里面 穀物 吸热里面 他都已经把维他命D放进去 把一些叶酸放进去 所以国家政策 要加在这些食物里面 去强化营养 那台湾是没有把这个维他命D放进去 不过我们台湾的政策是 饮水里面放了佛 预防蛀芽 我们的食盐里面放了点 预防甲状腺肿 所以就是提到说 其实营养不足 特别是好的营养素不足 是很多全球的问题 所以还是要注重健康 也是这是我第一个最大的建议 然后第二个就是 还是可以适量的补充 是没有问题的 好 最后一个问题是 他说有人在问说 那正常人呢 吸取存氧 是否对心脏有帮助呢 或者是会产生副作用 杨医师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常被问到 有人平常就很养身嘛 他希望可以吸多一点氧气 好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正常人吸存氧的话 对心脏是没有帮忙的 对心脏没有帮忙 那有没有副作用 有 如果氧气过多的话呢 它会产生变成自由基 好 自由基对你的 这个心脏的一些 不要说心脏 就全身性的血管 它就会有一些受伤的情况 所以 原则上是不需要使用 那也跟大家讲一个 很特别的状况 就是很多人认为说 因为我心脊梗塞到了急诊 就要赶快带个氧气 那在目前呢 在欧洲以及美国的建议是说 如果你的血压浓度 在急诊可以到达90以上 就不需要再带氧气 那原因就是很怕 所会产生我刚刚提到的 当你氧气过多的时候 这些自由基会造成我们 血管的一些发炎反应 变得更激烈 所以 任何的东西刚好就好 绝对不是越多越好 那如果问这个问题 那会不会有人下次问我说 那我每天都自己做高压羊 好不好 我想这个其实是类似的问题 所以任何的东西都一样 太多或太少都是不好的 适量就好 好 那这次感谢大家的参加 请不吝点赞 嗯 不吝点赞 嗯 感谢观看